距離曼谷只要一小時的地方 你在這裡能看到大峽谷、海、吃到海鮮、美食、酒吧 還有可以冥想的咖啡館 這個地方叫做Bang Sen 在你們搜尋曼谷附近推薦的旅遊海邊 帕太亞總是第一個被推薦的 但其實呢在同一個城市 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而且它更靠近曼谷叫做Bang Sen 這個地方更受泰國人之間的歡迎 而且每年甚至帶來100億泰銖的收入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出發去Bang Sen旅遊 探索為什麼泰國人喜歡去那邊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 這次的小旅行呢 是使用TaiPipeGo這個旅遊App來做規劃 我已經把我所有行程都翻譯裡面了 從App上點選我的第一個行程 點進去景點裡面就會顯示 像是導航啊營業時間聯絡電話等等 資訊都能清楚知道 還可以看到大家對這個地方的評論 它的導航功能是可以直接幫你轉到 手機的地圖或者Google Map上的 自動幫你做導航 那我們先出發去第一個地方 其他功能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終於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是一個算是秘密景點嗎 因為其實泰國人都知道 只是觀光客很少知道 這裡的一個大峽谷 我還沒有來過 它其實是一個私人區域 我聽到打雷的聲音 我們要趕快走 它是私人的區域 它現在就是可以免費參觀 這個地方它原本是一個採石場 不過現在就是已經廢棄了 變成了一個大型的蓄水池 它好像有100多年歷史了 然後中間它會形成一個湖 是因為多年下雨的雷跡 我覺得現場看還蠻漂亮的 不過我以為它會在山上 因為它是像懸崖這樣嘛 沒想到它是在一個火車鐵櫃的旁邊 反而已經狂拍夢拍了 然後在那裡呢 就是去年還是前年新蓋的咖啡廳 以太空為主題的 不過我們今天不去 我要帶你們去另外一個更特別的咖啡店 最近因為泰國雨季嘛 所以時不時下午的時候 都會下了一陣雨 所以我們想說不要在這邊停留太久好了 我們先去拍幾張照 然後去下一個景點 準備要離開了 要去下一個地方 是一間咖啡廳 它在PIPGO這個APP上面 它要顯示說 我們離下一個地點只要16分鐘 它這邊有一個地圖 就是會顯示你每一個要去的地點 上面都會有1234的數字 就會整個很明瞭 讓你知道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很多人在排行程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困擾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很多嘛 透過這個功能呢 就可以幫我們統整 清楚知道你的行程要怎麼排順序 到了我們要來的咖啡店 上面在下雨喔 這間咖啡店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時候 它是陽光透進來會非常漂亮的一間咖啡館 結果今天陰天 我們先繼續點餐 我們已經進來咖啡店裡面了 這間咖啡店叫做Ayatana Cafe 其實Bancen這邊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店 但是我特地選這間是因為它是一間很特別的咖啡廳 店家的設計裡面是來自於冥想 所以它希望大家來到這邊的話 會感受到平靜啊感受到舒服 整個店的色調有點像是木蘭迪跟軟色調的感覺 它有室內的座位 還有我們現在在的半開放式的座位區 它這個區域它是挑高的天花板設計 可惜今天沒有陽光 不然一定會光影透進來超美 然後剛剛我們已經點完餐點了 法運來了 它提供了兩個硬幣給我們 這兩個硬幣呢就是代表一塊太豬 它這邊好像有捐款箱 不過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在外面那邊等一下帶你們去看 然後剛剛我說到它是以冥想為理念嘛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冥想式 等一下我們吃完東西再帶你們去看 我們點了兩個飲料跟一個甜點 然後這個甜點是我昨天在他們的粉專看到 好像是新出的 是櫻桃起司排 飲料的話我點了一個玄米茶 好像有咖啡在裡面 然後跟一個叫做Sense of Smooth 好像是肉桂 先來喝我的玄米茶 偏酸的咖啡跟淡淡的玄米茶味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味道很溫和 然後它上面還有芳芡 很像榜莉香的玄米 微微淡淡的咖啡 好喝嗎 然後另外一個是Sense of Smooth 它是跟我說有肉桂 我一聽到肉桂我就想點 好喝 我覺得它的這個咖啡 不喜歡喝咖啡的人也可以喝的飲料 很像肉桂奶茶 它的那個咖啡味道大概10%而已 沒有很重的味道 我們點了這兩杯我都很喜歡耶 好喝好喝 然後我們來吃它的起司塔 櫻桃感覺超新鮮的 而且都好大顆喔 它上面的起司很像慕斯 比較輕勻的那種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還好 飲料比較驚豔到我 加上有放一些工藝品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杯子 我覺得超好看 你們看 它這樣子的設計這種流線型 好美喔 捐款箱在那邊的樣子 這是你的銀 捐款箱上面 會有眼睛嘴巴耳朵不同圖案 像是耳朵的話就是幫助榮亞人士 你就把這個銀幣投到它的捐款箱裡面 就是可以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店家有這個想法很棒 然後我們要去看看 我們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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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晚上的住宿 也是在房層這邊 還滿有質感 也滿有名的飯店 然後我希望等一下 不要再下雨了 因為我已經 原本的計畫有兩個 一個是看夕陽 一個是去夜市 看夕陽我現在已經大毀滅了嘛 因為下雨天也沒有太陽了 夜市的話如果等一下下雨 我又不能去夜市了 我們今天的住宿到了 Wheeler Bed & Bike 到了今晚的住宿 但我覺得這兩天幫誰好像沒有什麼人欸 可能是因為雨季的關係 進到我們的房間了 它的房間是屬於工業風格 因為它是腳踏車的主題 所以它的那個床的背後是一個 床的這邊就是有 欸 我們突然是三個女生在騎腳踏車 我覺得還可以還滿乾淨的 然後它剛有說像這個mini bar這邊 是可以拿的 泰國的一些小 小甜點 我來看一下它的廁所 算滿大滿乾淨的 然後是乾濕分離的 還可以啦 而且它的那個沐浴乳什麼牌子 都是他們家的欸 不知道想不想 今晚來試試看 而且很貴 它還有一個可以讓你外出帶的袋子 還滿有質感的欸 是這種牛仔布的 喇叭 小陽台 但也沒有什麼景 對面是房間吧 或者是餐廳之類的 床呢 偏硬沒有到非常軟 我們睡一晚之後再跟大家講心得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我們先在房間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帶你們一起出門 我剛休息完 現在大概是快八點 我們要準備出去吃晚餐 然後外面還在下雨 我就想說好吧 那既然夜市不能去 我們就乾脆去大吃海鮮 我今天晚上就是要亂吃一桶 我已經進來這間海鮮餐廳了 感覺它是一個還滿久的餐廳 因為它的Menu整個超級舊的 然後這間餐廳它有室外的座位 跟室內的座位 黃昏的時候來應該蠻美的 它算是有點半開放式的 就是沒有冷氣的那種 都是泰國人 超多泰國人 它現在有Liveband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剛剛那個店員直接 從我的相機後面走過去 這樣看著我講話 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點了三四樣菜吧 等一下就會上來 然後它剛剛已經先送了我們的飲料 這杯是酪梨冰沙 就是酪梨冰沙 不過味道還滿弄的啦 紅咖哩啊 但店員剛剛說很辣很辣很辣 但我想要吃紅咖哩 所以我們就點了不管它 還有一個鹹蛋黃炸魷魚 還有一條魚 超大條 看起來超好吃 那種酸酸辣辣的醬淋在上面 我先來吃吃看很辣的紅咖哩 如果很辣 送上來的時候它的野奶味超香的 但我覺得辣度算中等沒有到非常辣 沒有小圓茄跟很像九層塔的東西 整體來說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主要是它的咖哩還滿弄的 炸魷魚鹹蛋黃 非常鹹蛋黃很濃 它看起來外表很普通 但是它真的超鹹蛋黃 非常的殘養 很好吃很新鮮 等一下我要來吃炸魚了 整條都是辣椒 這個餐廳的Live Bank 一直在跟我放Happy Birthday的歌 好吃 是酸酸辣辣的醬 這很好吃耶 它雖然看起來辣椒很多 但是沒有想像中的辣魚很新鮮耶 因為有一些不新鮮的魚 吃起來就會感覺糊糊的嘛 但它在你嘴巴裡面 是有片狀的那種真實的愉快感覺 我剛剛點了一個炸酥菜 我以為它是四季豆 結果它好像不是 不知道是什麼菜 它吃起來是滿清爽的那種沙拉的感覺 我們先吃飯 我們等一下帶你去一個酷地方 吃飽回到車上了 吃飽回到車上了 剛剛其實我想要講解更多食物的部分 但因為現場太吵 然後還有Live Bank 我完全沒有辦法專心跟你們講話 真的我覺得這間餐廳它的食物 算是水準之上 整個用餐環境我覺得氣氛滿好的 因為它有Live Bank 然後又可以點歌 所以很多泰國人都很開心啊 就會大唱歌啊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有 直到我們離開喔 有五組人在給我HAPPY BIRTHDAY 我想要出發距離大概 開車七分鐘的一個酷地方 房間太熱鬧了吧 我們到了 它的PARKING居然有一雙腿 到了我們今晚要去的BAR 它其實算是黑膠唱片行跟BAR 然後它五六日的時候 都會有DJ來這邊播音樂 那我們一起進去吧 第一次 是 李最後一開始 做一趟 我們下一個 去 防止 這個Made in Bonsai呢我覺得還不錯 它裡面有自製的香腸 好像有五種口味的樣子吧 吃起來很軟還蠻好吃的 搭配上它的那個黃劍末醬啊 還有另外一個自己特製的醬 它還有Bonsai這邊自己產的啤酒 那我們現在要回飯店睡覺了 我們剛回到飯店超累的 可能是因為我剛喝一點酒 現在有點想睡 今天這樣子一整天下來 也沒有到一整天 就是算是半天嘛 因為我們12點才出發 Bonsai這個地方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在觀光客之中 是比較小眾的地方 然後都是泰國人 所以它的食物部分 不會非常觀光客的價格 也是蠻實在的 現在準備要洗澡睡覺了 我們明天見 超累的 昨天好像兩點三點才睡著 現在早起 連妝都還沒化 就要帶你們去吃海鮮粥 因為我們昨天都是去一些店 然後也沒有去到當地的小吃 我們今天就想說 我們一定要爬起來 帶你們去吃小吃 海鮮粥離我們才三分鐘 欸這裡就是海邊了欸 昨天還想說沒有看到海 結果今天就看到了 到了正前方那裡超多人 好多人的 現在早上9點 整個座位都滿了 我們剛剛因為想要外帶回去 結果剛好就有一組人走 我們才坐下來 這個海鮮湯飯來了 我的天啊 你們看那個蝦子超大的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肉塊跟魷魚 超好吃 它的湯是清甜 用排骨燉出來的湯 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排骨菜頭湯的感覺 跟海鮮的鮮艇的味道 如果你們來盪生魚 你們來吃這些嗎 我們已經吃完海鮮粥了 我覺得很讚 推推 我下一次來Bonsan 我應該還會再來吃這一間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剛我吃的蝦子跟魷魚都很大塊很新鮮 因為它的湯是用排骨燉出來的 它的骨頭跟肉就是很容易就分離 然後肉非常的軟爛 不會有那種很難咬的感覺 到飯店了 我們要準備回房間趕快準備一下 然後去吃飯店的早餐 不知道還有沒有 因為現在應該是在剩半小時就11點了 希望還有在供應 用餐環境很美耶 剛剛我以為早餐是自助式的 結果它是這種套餐式的 還好我們剛剛海鮮粥只吃一碗 很多選擇耶 它有班尼迪克蛋 然後還有泰式的粥 我一直以為它是那種 就是簡單的自助式的早餐 結果它是精緻的那種套餐 我覺得很不錯 不過我們昨天住了一碗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還好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個價位 我覺得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們一個晚上是3000次 它好像還有2800的房間是上下鋪的 原本我們是要住那個 但是我就覺得上下鋪好像有點奇怪 整體來說我自己覺得隔音有一點小差 然後加上這邊靠近大馬路 所以會有那種 重機的聲音 哼哼哼哼 晚上的時候會經過 然後因為晚上的時候我太累了 所以我其實整個就昏睡 廁所的水壓我覺得有點小 吹風機的話我也覺得風量有點小 整體來說我覺得就是交通方便 跟這邊用餐環境精緻 小缺點就是我們選的房間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價位在泰國 是可以再住更好一點的 我們早餐來了 還好我沒有來吃耶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點的這個優格碗 它裡面居然有草莓 我剛剛一挖下去 這優格碗不得了 它的優格是這種的耶 這種稠稠的是什麼啊 它很像那種蛋糕上面的奶油 剛吃早餐在那一邊 它的正對面這裡是商店 裡面就是賣一些他們的相關商品啊 像是我們飯店裡面的沐浴乳啊 還有衣服 牛仔褲跟帆布袋之類的 我現在剛check out完 結果我出來看到外面 居然在下毛毛雨 而且已經又變陰天了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去一個Bonsan 這邊很有名的海生館 我覺得那邊應該會擠爆 因為我現在看地圖 它是顯示篩車耶 A little nonsense is what I need now if you wanna get the best of me 我們的票 這個是大門 這裡有烘魚餵食秀的表演 等一下兩點半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看得到 這個海生館啊 好像是房前這邊 大學裡面附屬的地方 超多人擠到爆 怎麼會有這麼小的生物出現在 在這個世界上 好可愛喔 而且他們有生命耶 觸摸池 在這邊 但感覺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好可愛喔 我們來看烘魚餵食秀 大家都在等了 超多人的 鯛魚真好 我可以坐在這邊看一整天 看完餵食秀出來 我以為只有這樣子 沒想到它還有二館 我感覺這邊是新蓋好的 因為整個都超新的 這邊有一個看秀的座位區 應該是新蓋關係 所以都沒有什麼人魚也比較少 感覺之中他們就迎來這裡了 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沒有什麼東西 魚太少了 商店的東西都沒有擺出來 這個地方有一點小 不過如果是 避雨啊 或者是帶小朋友來還不錯 可以拍拍照單一個小時左右這樣子 為什麼一直下魚 我原本的計畫是要帶你們去一個新的漁市場 是那種日式風格的 那我們剛剛是有經過然後人超級多 但是他的停車場滿了 他叫我們去另外一個新的停車場 不過離市場有一點距離 然後加上現在下雨 後來我們就算了果斷放棄好了 我就想說好吧 反正我有室內的備案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改去很隱密的餐廳 我會想要再來幫生幾次 因為我覺得這邊離曼谷很近 然後又有很多小店 它不像PATAYA那麼的商業化 就是可能餐廳都是很浮誇那種 它是比較屬於小店型的 幫生的嘟嘟嘟 我們現在到餐廳裡面了 然後這間是我的口袋名單 它是一個露營室風格的餐廳 算是也是8月 它好像開到晚上11點吧 這間叫做Yellowstock 看看它的菜單 它的菜單才100多塊耶 然後它還有一些飲料啊什麼的 還有PIZZA還有PASTA這些 價格都不超過 最貴我看到才200-250 排餐類的比較貴 其他的話都是200以下 超便宜的 食物送上來了 我點了一個牛肉起司漢堡 然後還有水牛橙小雞腿 Mushroom soup 我先來試他們的Mushroom soup 好稠喔 我覺得蠻好喝的 但是它不是那種很精緻的蘑菇濃湯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因為我倒非常驚豔的好吃 但這個味道對得起這個價格 不對 這個價格對得起這個味道 來試試它的漢堡 牛味很重 味道還可以在第一口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牛味有點重 一起去吃 雨到什麼時候才要停的 煩欸 Mushroom 現在馬女士說他忘記喝咖啡 我們準備要去找一個咖啡廳 這地方我覺得還不錯吃 它的東西跟價格是4成 正 比的 因為它反而就便宜嘛 我覺得通常像這種裝潢設計的店 至少都要兩三百起跳 好可愛的地毯喔 我們從咖啡廳這邊走進來之後 它可以直接滅上海 但因為今天下雨 所以我們就沒有要過去了 等一下再出去吧 看一下 今天還有BJ在播音樂 我點了三樣東西 這個說聞叫什麼 燕麥奶 我點了這個是提拉米蘇 New York Corn Cheesecake 很像在吃義太的提拉米蘇 上面還有這個手指餅乾 甜點的部分我覺得還好 但飲料還不錯 我們等一下準備回曼谷了 然後我們這次邦神的兩天一夜小旅行 我還蠻開心的 雖然遇到雨季 但是我覺得我們去每個地方我都還蠻喜歡 然後也感受到很舒服 那在影片的開頭 我有說到我們來探索為什麼泰國人喜歡來這裡 我覺得是因為它可以看到山又有海 然後又有免費的景點 像是我們昨天去的大峽谷 也是讓外國人免費的嘛 還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還有餐廳 然後也很容易就看到海 那消費上的話 比帕太亞也便宜蠻多的 比較親民的價格 整體來說我覺得旅遊起來蠻舒服 其實也可以一天來這邊旅遊 像是如果你們想要吃帕太亞 可是你們可能行程上 沒有辦法排這麼多的話 你們就可以來到這邊來一天這樣子 整體來說 我真的蠻喜歡的 就很容易就到達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遇到雨季沒有去到的地方 他們有日本區 日本市集 還有韓國市集 還有泰國的Walking Street 泰國人他們會覺得 這個地方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玩的地方 我覺得帕太亞也是不錯 就是以觀光客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但是如果以一個泰國人 或者是像我這個外國人 坐在這邊比較久的心態 我會覺得 這邊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跟白日 想要去海邊的話 我一定會邀他來這裡 我們一定會再來這邊一次 因為我覺得 雨季真的是太可惜了 很多地方都沒有去到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回曼谷了 最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兩天使用這個 TiPipe Go App的心得 我覺得它除了可以幫你 規劃行程順序等等之外 我意外發現就是我每到一個地點 它就會寫說到達了 然後我已經去過的話 它也會寫說我已經去過了 我覺得很聰明耶 那同時呢 你可以搜尋任何你想要去的國家 然後其他人 他們分享行程等等 都可以參考複製 儲存到你的口袋名單 行程下方你還可以放上 備註還有照片的部分 當作你的旅遊日記 然後可以設定成 私人旅遊或者是公開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跟朋友 一起去旅行的話 有些人可能就很懶惰 一直問你說 下一個地方要去哪裡 就像我旁邊這一位 如果你們同時使用這個APP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 旅遊手冊電子版 還有呢 它在公開分享裡面 有一個QR Code的功能 我覺得這很方便 就是如果有人問你說 喔泰國要去哪裡玩 然後曼谷要去哪裡玩 你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QR Code 分享給你的朋友家人 那同時你的行程呢 也是可以放到 各個社群軟體上面的 也可以用email啊 或者是簡訊傳出去 那我們這次的兩天一夜小旅行呢 我也會放在 泰國PiGo這個APP上面 大家就可以直接複製我的行程 然後我會把 所有我去過的地方的心得啊 照片都放在上面 公開給大家看 那也歡迎你們在上面 放上你們的泰國旅遊行程 說不定有一天我就會複製 跟著你們的行程走喔 推薦有計畫旅遊 愛旅遊的你們 通通都可以下載起來 那也可以更有規劃的安排行程 那我會把APP的下載連結 放在資訊欄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你們看我的影片 SADDKKO KUNKA 掰掰